法国经济学家菲利普·维希德尔认为 美国将通胀问题转移到其他国家 这给各国带来了许多问题 美元始终是美国的武器 来自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的经济学家马克思认为 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 美国大肆印钞 如今又为意志通胀激进加息 在货币政策方面 美国从来只考虑本国精英阶层的利益 因为美国大肆印钞有什么叫 比资金融危机 例如一国像是美国 必须要研发一 tonelada的石油 为了100ドル 美国大肆印钞为100ドル 美国地缘政治经济报告创始人 本杰明诺顿坦言 去美元化已成为当前的趋势 但它是在更多的地址下 所以就有更多的地址